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 和英国智库ZN集团 9月22日联合发布 第32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 香港在全球金融中心的排名 被新加坡超越,跌至第四位 引起社会担心 香港将会失去原有的 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地位 令纽伦港的称位变成纽伦波 负责这项评分的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 金融与现代产业研究所副所长余宁曲 就不认同香港已经失去 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地位 主观评价有所下降 它可能更多的 因为我们这个指数 它采用的数据都是 从年初到六月底 那这段时间更多的是因为疫情 另外来看 它跟新加坡实际上一直是 在第三第四这样的位置 交期的次数也比较多 从总体来看 它跟新加坡的得分相差只有一分 那我们难分是在千分之的情况下 一分的差距实际上是很小的 很难说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 或者是一个巨大的颠覆性的变化 可以尼连成是一个正常的波动 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的 客观指标分为五方面 包括营商环境 人力资本 基础设施 金融发展水平 以及声誉 余灵曲认为 香港在这五方面仍然有明显的优势 但是在金融产业的发展规模方面 就较其他国际顶尖城市信息 毕竟是一个小型的经济体 不管是相对国外的 像纽约伦敦也好 还是相对国内的 像深圳、上海、北京也好 它在这一块 可能还是有所不足的 近期的人财流失 对香港各行业都产生一定的影响 社会也担心有可能令到 香港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被削弱 其实从我们评价体系来讲 我们这个人力资本更加突出的是 对人才的环境或者对人才的吸引力方面 那现在来看实际上 香港对国际人的吸引力还是很大的 更多是从环境化而不从总量角度 那从我们这个评价体系来看 它对这方面仍然是 有时非常突出 相对对人才的吸引力还是非常强的 如何才能够巩固香港作为 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的地位 深圳和香港如果很多金融指标加持来 是能够超过伦敦 甚至超过纽约的深圳的交易所 联系很多连IPO数量都是全球第一位 包括今年上半年IPO的中数也是全球第一位 那如果两个市场加起来的话 这些服务能力都在全球是密尖的 亚洲最大的财富管理中心 虽然就是在香港 但是深圳的财富管理规模也不弱 比香港大概只低10%左右 应该国内的财富还在快速地增长 如果你用深港合作的方式 能够既配置国内的市场 又配置国际的市场 那个优势发挥出来 如果亚洲甚至是全世界 财富管理中心都是可以期待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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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茜